润税香复原社区发展协会 推广社区古王争霸社区人文特色 结合移花数位学习中心 开办Duck房学区古王争霸体验 邀请到了花莲市区的学童 认识社区古王争霸站历史原油以及意义 并且也跟着张者学打鼓 张者与学童互相尬鼓 气氛热烈 透过复原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周玉梅 严谨一概地说明复原拔仔装在地人文历史文化 以及古王争霸活动原油及其意义后 接着小朋友跟着社区长者学打鼓 长者与学童互相尬鼓 气氛热烈 那你现在学会的是哪个节奏 Duck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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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不开心 以前有没有打过 没有 都没有 那不过很难 不过很会 你最喜欢打哪个节拍 爱的鼓励 爱的鼓励 选择戒着 一花数位学习中心借着影像文字长期记录 并推广一花两线社区俱乐特色 这一次结合复原社区发展协会 开办DLC放学去古王争霸体验游城活动 不仅只是来打鼓 数位学习中心团队也透过影像揭露进一步来介绍推广社区独有的产业人文特色 那我们希望把这些就是社区有文化的 然后比较特别的一些内容就是提供给更多的民众知道 那我们这次的操作的方式就是我们会先带实体的游城 那在带领的过程中也会提供他们就是做测拍的部分这样子 那测拍之后我们后续还会再办三场次的直播去介绍这些社区特别的地方 日治江复原社区发展协会常年营造 经营客家静染 蝴蝶谷拔仔庄 以及保安宫城隍爷案房 宗庙庆典 以及古王争霸活动 推动经营有声有色 理事长周玉梅也希望 借着与黎化东数位学习中心的辅导合作 让更多人认识复原 拔仔庄的人文之美 未来也会在直播上面放上这样的这些画面 然后来带动我们地方的产业 像我们社区的静染工坊的染布DIY的活动 跟制布的这个制品的贩售 还有我们昌明文化馆咖啡跟松饼 还有我们早餐店的这个产业 那让外面更多人知道 我们社区的产业有这些东西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常常来社区来消费 然后让我们社区的产业的收益可以更多 目前一花两线共有19个数位 机会中心辅导团 因着辅导社区聚落特色百花旗放各有千秋 与复原社区发展协会互助共好 让社区产业永续经营的同时 也能开创社区产业新局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